藉由受戒,能够使我们增长慈悲心,改变心性 高正林老师开示,在家人受戒是受五戒 受戒是使我们身心清净,不照恶业以及心善 一般来说,在家人受戒是指受五戒以及菩萨戒 不论是五戒的不杀、不道、不淫、不妄语、不喝酒以及不饮酒、不卖酒 或是菩萨戒的十种四十八经戒,都是在心心上着眼 受戒可以让我们情敌清净 除了防止我们因为不了解造业的因果而造作恶业以外 还有就是积极的行善 譬如说受不杀生戒,就积极面来看 其实是在保护动物,免除即将被杀害动物的恐怖 本身就是一种善行,也是在不失众生无畏 那不杀生久了,成为习性 心地自然就会慢慢地变得更慈悲 对待旁生道友情,以及任何众生 自然就会有一分慈敏心流露出来 对于别人的一些无理行为,也就能够胆然看待 能与人之间相处,可以更和乐 社会也会因此更加祥和 因此对一般人来讲,受戒是改变心性 善待众生最好的方法 那改变心性,改变心性到底有什么作用 就像俗话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在佛法中说这是因缘果报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造作什么业行 未来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实,或者说是果报 所以改变心性,最切身的问题是改变未来的命运 想要来世,色身健康,没有病痛又长寿 受不杀戒,不伤害众生是最基本的作为 那除此之外呢,受戒还有很多的利益 像五戒每受一戒就有五位互法善神互佑 而且持五戒不伴,乃是还可以保人生 或者念佛人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受五戒或者菩萨戒也是必备的条件之一 藉由持戒熏习将能影响我们身心的变化 因此受戒能改变心性,也是改变社会的方法 也因而能改变整体世界的命运 十方新闻胡佳萱,曾千俊,高雄采访报导